我们都知道现如今很多男人,他们总是表里不一,嘴上说着甜言蜜语,可是背地里却做一些龌龊的事情。 很多女人往往都会被一些坏男人给增幅,因为坏男人他们会在女人的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去把女人的心思了解得透彻。 可是女人他们往往在爱情当中最容易失去自我,从而被男人给毁了。 所以现在小编就来告诉那些女人们,一个爱你的男人和泡你的男人之间的区别。 一,在生活方面会处处考虑你的感受。 当一个爱你的男人,你会发现,你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,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他都会第一时间去和你商量,并且会尊重你的意见。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觉得,女人的快乐就是男人最大的心愿。 可是相反一个泡你的男人,你会发现他不管在做什么事情,总是会让你一个人去承担。 而且每当你过问他的时候,他经常会利用一些谎言去把你蒙骗过关。 像这样的男人毫无疑问,当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,也就注定着他绝对不会对你付出真心,而是想一味的去玩玩你罢了。 二,会按时上交工资给你,都说男组外,女组内,很多女人在结完婚之后,他们就成了家庭祖父,可是经济大权却掌握在女人的手中。 一个爱你的男人,你会发现,每个月他都会定期上交工资,并且从来不会去藏一些私房钱。 因为在男人的心目当中,觉得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,需要两个人同时去经营,夫妻双方就应该相互坦诚,多于理解,善于包容,这样才能够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上一层楼。 可是相反一个泡拧的男人,你会发现,虽然每个月他都会给你一些零花钱,但是在他的口袋里却藏有大量资金,然而他藏这些钱的目的,就是一方面对你产生新鲜感,另一方面就可以在外面花天酒地,可以玩不同的女人。 三,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满足你,我们都知道每个女人,其实他们想要的都很简单,就是在婚姻当中,男人能够多抽出时间陪陪自己,这样就能够让女人如愿以藏。 一个爱你的男人,你会发现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满足你,即使他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,但是他可以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全部都更改,并且会试图地去改变自己,像这样的男人毫无疑问,他是从内心里发自肺腑地爱上了你。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千万要懂得珍惜,永远不要在男人面前变得无理取闹。 可是相反一个泡拟的男人,你会发现每当你需要他的时候,他总是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且每当你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,他就会对你说过两天绝对会给你买,可是两天过后他根本就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。 四,他不仅会对你好,而且还会对你父母以及你身边的朋友都好,我们都知道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好,他们都渴望得到一份真正的感情,然后和自己相爱的人过一辈子。 一个爱你的男人你会发现,当他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刻,他就会每天对你嘘寒问暖,并且在你需要他的时候,他会放下手足的工作,立马飞奔到你身边去照顾你,而且还会对你的朋友以及父母都很好。 可是一个泡拟的男人你会发现,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去努力地讨好你,可是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,就会把你当作一个玩具扔在一旁,不管不问。 所以像这样的男人,女人千万不能够被他玩弄于手掌自心。